作曲 李宗盛 我很高興有機會做理工大學的駐校藝術家 整個過程從校長當老師到學生到CPS Office 都是讓我一個很難忘的經歷 作曲 李宗盛 理工大學最有名是一些理科或實用的科目 但它可以有一個歌曲 還可以找到一個很有名的藝術家 和大家一起演奏所以機會很難得 我想參加今次的歌曲 主要是想學一下怎樣才可以更加像大師一樣的表演力 我覺得在學校 應該讓更多的學生 體會到這次的駐校藝術家的計畫 Open Air Concert是我們第一場開幕演示 我覺得是可以讓更多學生 能夠參與聽音樂會的機會 這個很難得的機會和姚國老師合作 她是一個這麼有名的小學琴家 也是這麼高級的老師 我們都希望找到一群很高級的學生 校友和職員去跟姚國老師這次的合作 我們第二個計畫是一個 Mentorship Program私有計畫 因為理工大學剛剛開始成立一個樂團 然後你們也通過非常嚴格的訓練 Johnny也非常認真 挑選出很多不同的學生出來 我覺得他們非常認真 在這樣一個學校裡面 不是一個音樂系的學校裡面 有這麼多學生 這麼passionate 想參與這個計畫的話 使我真的是很inspired 也是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 那麼我是覺得 要是能夠讓更多學生參與的話 那是給他們鼓勵 給他們機會上台是很好的一個經驗 我回想起我瘦六年前 當我也是學生時代 在芝加哥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下面有一個叫做 Chicago Civic Orchestra 他們也是一個訓練演唱會 我們在樂隊的時候 也有很多學習的機會 我欣賞的地方 我相信是在樂隊的時候 那個適應能力和合奏性 就是有團隊 譬如我排練的過程裡面 可能他們自己有自己的功法 但是當我建演了一些指法 或者是功法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會先嘗試 因為其實我們以專業的角度去看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拉樂隊 我的經驗就比較久 所以我不介意 將我的觀點和他們分享 當他們聽了之後 他們很快就會去採用我的方法 這件事其實是非常好的 因為拉樂隊在表演裡面 其實大家的合奏性就是講這些默契 音樂傳承就是一代傳一代 這裡演奏的同學 因為他們提升了他們對音樂的看法 還有他們的技術 可以影響他們身邊的人 繼而令到香港的音樂的發展 更加長遠更加蓬勃 亦都令到香港更加美好 我在這個團裡面 主要學到怎樣用自己的身份 即中提琴手 在團裡面和其他人配合 我覺得這次的曲目 比上次去Campritch的時候 有多少困難 但在這個困難的情況下 我學到多些的練習方法 我覺得最大的得著就是這樣 理工管仁學拳和姚郭小姐 有一個音樂會 這個信息引起了我的動機 來試一試 我很欣賞其他團員的水準很高 當然指揮有一個很好的領導作用 是這個團裡頭 他帶了團圍氣氛 也帶得很好 這個August Pride的人 全部都是很高水準的人 每一次練習的時候 看到他們所有的細緻都做得很好 所以就逼著自己 都要努力去練琴 在這半年的練習當中 我都覺得很開心 可以和很多不同的人合作 有些人在讀書 有些人出來做事 可以和很多專業人一起玩 又覺得可以升級一下自己 其實我通過這個專業 給了我很多想法 也給了我很多啟動 以前我沒想到 在理工大學裡面 會有這麼多的學生會喜歡藝術 讓我感覺到 其實PolyU在做了一個 非常兵業的一個工作 可以把在一個沒有音樂學校裡面 讓學生 可以讓他做他喜歡做的事情 是很不容易的 我覺得理工在帶頭 其他學校應該跟著更加努力的 讓學生能夠在大學裡面 做他喜歡做的事情 其實很多東西第一次沒有做到 沒關係的 只要你喜歡 要堅持下去 總有一天你會做到 然後會做得非常自如的 所以有些學生要是對自己的拉琴 還不是那麼滿意 要堅持 要堅持的話 就會有成績出來 就會讓你得到高興 不論是理工科還是文科的大學生 其實不可能缺乏了藝術的教育 這次我們拉到搖舉來理工大學 真是非常的開心 我沒想到他既是一個音樂家 也居然是一個這麼好的教育家 他對這個年輕人的那份感情 我們是非常的欣賞 還希望繼續能夠邀請更多的藝術家 到理工大學來 給年輕的學生大家分享 然後培養大家對藝術 特別是音樂的欣賞